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上一期我们分析了习近平在纪念 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他所体现的历史含义和当今的意义 那么今天要聊一聊 这里面流露出来的很多焦虑 他内心的这种焦灼感 为什么怎么办 他的原因到底是啥 哪里能体现出焦灼呢 很多我只提其中的一点 比如说在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里面 他提出了一些现象 他说各级领导干部都要 勇立时代朝头 争当事业兼兵 坚决摒弃一切固守旧思维旧理念 老套路老办法 揽汉思想 坚决反对一切不担当不作为 推脱躲绕 不思进取的躺平行为 各级党组织要以鲜明的态度 为担当者担当 为负责者负责 为干事者撑腰 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你看这就说明什么 他虽然认为自己和毛泽东之间 无缝链接 百分之百正宗传人 但是他遇到了和老毛一样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老毛当时最大的心头之恨 就是党组织出现了官僚主义 涣散 当然直接的反应就是不听他的了 官僚主义盛行 毛主席为什么掀起文化大革命 因为他说了 天字脚下北京市委 什么彭真无行案的帮人 北京市委 毛主席的原话是 叫挣扎不进水泼不透 毛主席想安排个人 都安排不进去 毛主席安排批评 批判海瑞罢官 彭真这帮人装模作样的 找文艺界开了个会 说这个文艺作品的问题 让文艺文艺界自己解决 不要扩大话 拜托毛主席就是想扩大话 你们就不干 结果最后怎么样 掀起文化大革命 对他们在名誉上进行羞辱 在肉体上进行消灭 在历史上予以否定 这就是毛主席对待他的党组织的态度 就是亲手发动群众 摧毁自己的组织 那这个毛主席 那真的是叫 秦始皇加随悟空 他自己的评价 就这么牛 之所以这么干 就是党内和习主席今天一样 出现了不担当不作为 推脱躲绕不思进去 现在党内的各级干部里面 这种躺平的行为是极其严重的 为啥躺平 其实大家是没办法 大家想想当年江泽民 胡锦涛 温家宝那几届的时候 共产党的干部 说实话 都有点像私营企业家那个派头了 我跟这么多领导交往 当时的干部的劲儿和今天的不一样 当时那些人 当然你也用一些不好的词来形容 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他们毫不惭愧的捞钱 当然也毫不惭愧的挣钱 对吧 招商引资 到处出国考察 到处弄各种各样的项目 千方百计 要把经济弄上去 当然这里面 他们自己也都有好处 他们的吃穿住用 言谈举止 往好听了说 就是非常的新潮 非常的开放 非常的上进 往坏了说 当然就是比较腐化了 这个比较腐化 是不是 这个东西都是一体两面 是一回事 所以语言这个东西 你不能深究 不能深究 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理解 现在这帮孙子好吗 你想见个人 谈个事 难得去了 党组织不见你 主要的领导人不见你 因为啥 见你就有可能 被纪委搞上 被同事告上 是吧 一张邮票 寄过去 这个 纪委搞半天 最后 你看有很多领导同志 最后也没问题 但是把你查了半年 你的位置 总要有人坐 那好多事情就给耽搁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老大亲自安排的事 他们会认真办 只有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情 他们会认真办 除了这两类都不认真办 就是躺平 没完没了的开会 我上期节目给大家说了 中共现在体系内 没完没了的开会 有个什么事 比如说经济毛泽东同志 诞成130周年座谈会 那底下又开始开会了 一点实际问题都不解决 就是空对空打空炮 过嘴瘾 因为老大在自己的讲话里面 也讲得很清楚 他在讲这些不作为 不担当 不失进取的躺平行为的 同时在同一段里面 在同一段里面 同时强调要反什么 反腐败 怎么反呢 要坚决防止领导干部 成为利益集团和全市团体的 代言人代理人 深化整治权力集中 资金密集 资源负集领域的腐败 坚决打赢 反腐败斗争 攻坚战持久战 确保我们党永远不变质 不变色 不变味 你看 这两段是极其矛盾的 就是你要想达到前边一个 你就治不了后边那个 而且这些词都是政治化的语言 什么叫代言人代理人 法律上怎么界定的 怎么界定都行 中纪委搞死你 你就是代言人代理人 不搞你 你就是正常履职 正常工作 对不对 这个东西 而且特别集中在 要搞什么 权力集中 资金密集 资源负集领域 只有这些领域 领导干部的权力才大 当个领导才有意思 你又不让他搞 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办 最后大家只好躺平 这是弥漫在整个党内的气息 工作作风 所以老大很着急 除了遍布整个官僚体系 党组织的这种惰性以外 我们看到他们的智力 也在急速的下降 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 就是人们不断增长的智力和认识水平 和党组织不断下降的智力之间的矛盾 大家知道吗 纪念 毛泽东诞成130周年这个事 中央电视台在播完这条新闻以后 马上就播了一个什么 播了一个湖南一个妹子做腊肉 哎呀 那个腊肉 怎么怎么好 怎么怎么好 播了以后马上就给叫停了 现在上中央台上面 马上找不着了 我不见这是个政治事件 中央台内部会处理一批人 原因就不用说了吧 毛腊肉是指谁 就不用说了吧 你啥时候宣传腊肉不行 你这个时候宣传 所以现在斗争形势是极其激烈的 中央台内部也是反贼 到处都是反贼到处都是 响尽千方百计 要影射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 习主席这个事情 那都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这样我还想起一个人 前来他王刚 王刚厨师油管上做饭的厨师 他因为蛋炒饭这个事情 是吧 他又宣布 这一辈子再也不做蛋炒饭了 怕惹他麻烦 但我现在看见这孙子 可能是一反贼 为啥 这两天他又借过年的时机 他又讲怎么杀猪 怎么做猪肉 而且猪肉200斤 你说他不是反贼 他能是啥 200斤 你不知道200斤啥意思吗 猪 你不知道猪头啥意思吗 你看他这个时候又宣扬 自己怎么宰200斤的猪 做年货 做菜 所以现在方方面面 这种形势都十分的不妙 这种不敢明着反 暗地的反 讽刺挖苦的形势 拖后腿 打横炮 这种气氛弥漫 长此以往 那真的是要出大问题 其实习主席为此 我相信也是十分的焦虑 当然对于这种来自民间的 这种抵抗 这种仇恨 习主席可以当成看不见 但是对于像我上期节目里面提到的 像财新这种 它本身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的这种领先媒体 他接二连三的发出反习的这种习文 是不正常的 最关键的是胡说历还没什么事 那更不正常了 这恐怕是习主席特别担心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要重新搞实事求是 你啥意思 你这么登 你那意思不就是习主席自己不实事求是吗 对不对 要不然你这么及时白脸的讲这事干嘛 所以这些事情都跟毛主席 在当年他面临的局面十分的相似 当然作为为数不多的海外孤中 我为毛习主席感到十分的揪心 我也仔细研究了毛主席当年是咋干的 我在这里给大家引用一首诗 引用一首诗是咋写的呢 我给大家念一下 七律贺郭梦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今生白骨堆 生死鱼芒又可逊 妖为鬼欲必成灾 今后奋起千军棒 欲语成情万里爱 今日欢呼孙大圣 指缘妖物又重来 这就是当年六二年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六二年的时候 毛主席贺郭沫若 什么叫贺呢 就是毛主席 郭沫若先写了一首 先写了一首 郭沫若那时候已经不要脸了 为了巴结毛主席 他写出了什么样的诗句 说他好像和毛主席一块出访 做一个专机 他说我这时候感觉 世界上有俩太阳 飞机外头有个太阳 飞机里面还有个红太阳 就是毛主席 你看他都写这种诗 当然这一次是因为 北京演一部戏 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经 毛主席也看了 郭沫若也看了 郭沫若先写了一首 他写了啥呢 那是诗诗这么写的 人腰颠倒是非晓 对敌慈悲对有雕 咒念金箍文万变 精选白骨累三糟 千刀万寡 唐僧肉 一把何窥大胜毛 教育及时 勘赞赏 诸优智慧胜于曹 这个郭沫若 他这个诗写的 我出这种写诗水平 古体诗 我觉得就比郭沫若高 这是什么 千刀万寡都出来了 这是诗的语言吗 拜托 当然咱今天不批他文学水平了 他这里边 就是 借孙悟空三打白骨经 吹捧毛主席 配合毛 要动手收拾这些反对派的 这个态势 当然毛的水平很高 毛的水平看了以后 赶紧喝一下 他就喝了 我刚才说的那种诗 里边他要对唐僧千刀万寡 他认为有些太剧烈了 你不要搞这么激烈 不要千刀万寡 唐僧肉怎么怎么 对中间派要采取统一战线的政策 统一战线 你哪能上来就干掉 对吧 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 毛泽东当时除了党内 刘少奇 段小平这些人要搞他 文艺界什么武汉 这些人要搞他 国际形势也十分的不妙 国际形势十分的不妙 当时苏联和福福尔小夫集团上台以后 他们首先公开反对斯大林 公开了斯大林问题的报告 大家才知道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 十分的震动 苏联内部更是震动 通过自己党的报告才知道 原来对斯大林那些坊间的流传 那些事情都是真的 而且比他们流传的还要惨烈一百倍 那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以后 和美国走得越来越近 和中国就越走越远 赫鲁晓夫在1959年9月 采取了一个汉人措施 恶化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更在1960年的7月 突然宣布撤走所有的冤化专家 撕毁所有的中苏友好的合同 并且挑起了中苏边境的纠纷 那61年的10月的时候 赫鲁晓夫召开了苏共的22大 那就和中共更加水火不容 视同敌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 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毛泽东写下了这首七律和国陌尔同志 用意识形式概括和总结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规律 给共产主义战士指明了 斗争的策略和方向 你看当时毛主席就指明了方向 现在习主席也来指出方向 那大致的背景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看到 毛主席写得这么牛 这么高无见领 这么文采匪言 但是61年以后 和当时的情况 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大家都知道59到62年 说的是三年自然灾害 实际上就是当时老毛搞的极左的政策 把国民经济搞趴下了 不是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是已经崩溃了 你要说饿死成天伤害人还不叫崩溃 啥叫崩溃 对不对 所以老毛后来证明 虽然失血的这么好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61年搞完这个以后 实在是无法收拾了 中共党内的这些改革派反贼 像邓小平刘尔街这些人 开始反击 不但他们反击 底下这些县委书记这些人也受不了了 所以后来中共搞了7000人大会 所有的县委书记都到北京开会去 7000人大会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少有的 在这样的规模的大会里面 毛泽东做了自我的检讨 做了自我的检讨 觉得我不行了 我确实犯了错误 对吧 那就退居二线 他就跑到湖南的滴水洞 和江青鬼混去了 是吧 所以在那时候写下了这种黄石 叫什么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再显风 毛泽东西当天晚上一天来 晚上来五次八次都不奇怪 无限风光再显风 所以你看这种情况下 老毛还是认输了 当然认输是短暂的 在这三年灾害以后 又掀起了更严重的一轮社会动荡 那就是文革 那是六七年的事情了 对不对 所以毛主席都把这个事情搞成这样 今天习主席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 和毛主席的时候是何其的相似 但是他会超越毛泽东吗 我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看这次利用纪念130周年诞辰的机会 习主席和毛泽东并列了 面对这样一个国际国内的险恶环境 习主席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是不但要和毛并列 还要超越毛 超越毛 怎么超越 那就是国民经济逐步走上恢复 顺利发展 然后一泻千里 这么一个态势 让西方社会看着羡慕嫉妒会 中国经济蹭蹭蹭就是往上涨 股市搞到5000点以上 是吧 经济上可以这样 政治上那是万众一心 国际上那是万邦来潮 只有做到这种程度才可以说 是明确的超越了毛泽东 但是不乐观不乐观对吧 毛泽东当年遇到的困难 和今天遇到的困难 有一定的可敌性 一定的可敌性 但是习主席在党内的微信 比起毛岚 至少目前看最多也就是旗鼓相当 他能不能克服老毛当年遇到的困难 这个实在是非常难讲的 所以现在局势就是漂亮话 怎么讲都行 但是这种深圳的危机就摆在这里 习主席自己不是不知道 所以整个的 现在对习的安保已经超越了毛 超越了毛 那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那我会对安保这么担心 就是证明了 归根一切 中国3000年历史 证明了一点 一直到老毛这 就是得进军者的天下 就是谁掌握了老毛的个人安全 掌握了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安全 谁就能掌控政权 历史很多时候 不是因为谁的道理 谁的革命道理更讲得通才胜利的 很多时候取决于一些偶然中的必然 必然中的偶然 老毛当年到底是怎么倒掉的 我这几天 我看到130周年座谈会上 一些原来在专列上服务毛主席的一些人又出来了 对吧 我不说气质很高贵 你看就是主席干过的 这都不是偶然 我给大家回忆一下 当年老毛到底是怎么出的事 1976年的9月9号凌晨 毛主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尸体还躺在那里的时候 江青就悄悄找到了毛最亲密的女人 毛的基奥秘书张玉凤 找到她说张玉凤 从现在开始 主席的卧室 和休息室 除了你以外 谁也不许进去 你把毛主席留下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 清点好 交给我 那张玉凤不敢不答应 对吧 哪敢不答应 先答应了 但是后来就出事了 怎么弄怎么回事呢 江青和毛远新 毛主席的侧子 向张玉凤要毛留下来的文件 而且还真拿走了两份 其中有一份 就是毛在1971年的时候 和济南军区司令杨德志 政委王六声的谈话 涉及到毛对林彪和江青的评论和意见 汪东兴当时因为忙于办毛主席的罪导会 没来得及顾怎么管这些文件 结果就是平时忙着给毛主席找女人 那个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张耀词 向汪东兴汇报 说有文件被拿走了 汪东兴大发雷霆 同时也是吓得后背发凉 他赶紧赶回中南海找张玉凤 下了命令说 这些文件是党中央的 任何人不许拿 甚至张玉凤 你必须把江青拿走 那两份文件给我拿回来 江青不还 张玉凤说 不是我不给你 是汪东兴逼我让你给你要 江青一听就怒了 汪东兴就是一个卫士 一介五夫一条看门狗 他都敢欺负到老娘头上 我看他能猖狂几天 那张玉凤又把他听到这些话 都告诉了汪东兴 汪东兴就坚定了 要先下手围墙的决心 他为什么要先下手围墙 因为主席的文件里面 有汪东兴的 当时主席挑动群众斗群众 挑动领导斗领导 他让各方面都写信 向他表忠心 同时告其他人 每个人都在举报 每个人汪东兴也举报了很多人 那汪东兴就直接找了浩国丰 因为浩国丰当时中央 这个主席 对吧 华国丰当时不想和江青搞家关系 先缓一缓 汪就急了 直接就给华国丰 透了底牌 他说 这些文件里面 很多涉及到政治局 甚至以上很多领导的 检讨书检举信 文革期间 中央领导之间都是互相揭发 几乎人人有份 这是党中央的核心机密 谁拿到这些文件 谁就能杀人 关系重大 这些文件 应该全部交给中央保密局管 他为什么要说给保密局管 因为汪东兴自己就是保密局的局长 他掌握了保密局 他就能掌握这些所有的文件 为此 华国丰在9月19号 江青提议召开的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上 两派斗得不可开交 华国丰和汪东兴一见一致 坚持毛泽东的所有文件 都由汪东兴负责 交中央保密局封存 江青想反对 但张春桥阻止了他 张春桥说 这样先让毛远新帮着张玉凤清理 华国丰和汪东兴没有同意 张春桥当时 也不想和这些中间派的关系搞得过疆 再说毛主席刚死 就闹成这样 不像话 对不对 对了 我这里要交代一句 在中共中央里面 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 了解毛泽东思想的 只有张春桥 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 张春桥当年写的名作 叫论资本主义法权 这个书我看了以后 真的是替护观点 特别受启发 他讲的东西都是主席想说的 搞什么计券工资 搞什么多劳多得 张春桥就认为 这绝对是资本主义的独草 我们是共产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是什么 无产阶级是思想上精神上 能代表全人类的领先阶级 你搞计券工资 这太庸俗了 这和毛主席想要的理想社会 差得太远了 所以毛主席看了张春桥写的 论资设计法权这个书以后 直拍大腿 把大腿都拍红了 张春桥才是真正了解 毛泽东思想的人 所以他把张春桥直接从上海 就拎到了北京 这是张春桥的发家史的一部分 一部分 总而言之 当时 王东兴 拉倒了文件 同时又联络 华国锋 叶剑英这些人 发动了政变 搞死了毛泽东的 一双 毛泽东尸骨未寒 他的老婆就被别人抓了 那事实上 谁才是 谁才是从思想上 行动上是毛泽东的真正传人 当然就是四人帮了 当然就是江青 当然就是张春桥了 对吧 人家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 开玩笑 人家从身体到灵魂 到思想 全部都和主席保持一致的 所以他在审判的时候 他说我就是主席的一条狗 他让我咬谁 我就咬谁 等等 这不是开玩笑 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 表达了他和主席之间的关系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 王中兴发动了政变 最后就拿下了他 这一切才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就是谁掌握了他的安全 谁就掌握了历史 所以现在 习主席的安全 是党内的重中之重 采用了国内外最领先的技术 到处如临大敌 大事小事都如令大敌 这不是一般的原因 历史深处 对深重的叹息 才导致了今天这样一个局面 今天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给节目点赞 今天聊了王东兴 这些华国锋 江青 当年这些事情 也聊了 现在主席最忧虑的是什么 我欢迎您对今天的节目 提出您的见解 更欢迎您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毛泽东 为啥要聊 时间很重要 那就是昨天星期二 是毛泽东的130周年明代 中国的党魁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纪念座谈会上 长篇累读的评价了毛泽东 在中国历史上的功于过 当然 中国有一句古话说 欲行新政必先立其心智 那就是每一代领导人 都有自己的旗帜 习近平在这里绝对不仅仅是 纪念毛泽东 而是通过各种手法 表明他和毛之间的 这样一个继承关系 以及他现在要做的 对比起毛来 有哪些特别的意义 那在这里 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 因为十年前 在2013年在毛诞成120周年的时候 习对毛是怎么评价的 他说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应该放在其所处的时代 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 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 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 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 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 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 不能把历史顺利中的成功 简单归功于个人 也不能把历史 历史中的挫折 简单归咎于个人 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 发展水平 认识水平 去衡量和要求前人 不能苛求前人干出 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这是十年前习对毛的认识 或者说这是十年前习对毛的表述 那今天他是怎么讲的呢 有点长有点枯燥 但是为了完整的 不走样的学习 系统世界对毛的评价 我只能从头到尾 把最关键的一些评价 给大家列出来 今年他是这么说的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的无产级革命家 战略家理论家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中国社会主义建制事业的伟大奠基者 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 做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对毛泽东同志最好的纪念 就是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那首先我要谢谢我们观众朋友 耐心听完我读完这一段 但是通过这个对比大家发现没 十年前习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张匹 还是很隐忍的还是很谦虚的 还是很有自知之明 还是很有历史分寸感的 但是到今天评价起毛来 就完全成了这么一副模样 那这一个评价以及通篇比较一致的一个表述 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特点 那第一就是通篇没有提邓小平 更没有提江泽民胡锦涛 当然也没有提已经犯了严重错误的赵紫阳 胡耀邦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毛和习之间是无缝链接 没有历史过渡者 除了毛就是他 他是毛衣博的百分之百 24K金百分之百春金的毛传人 那其余的人都不算 都不算 这是习对历史定位的自我期待和自我评价 另外除了超越毛之后的所有领导人 直接和毛并列以外 习在这里面 你看他十年前还提到毛犯了什么错误 讲了整整一大段 实际上他讲了五段 在提到毛的错误的时候 讲了五段 但是在今年 他就是轻轻带过 一句话就带过去了 这表明什么 这表明 习大幅度的 毫无保留的赞扬毛泽东 对他的错误 轻轻掠过 现在就是证明重新搞个人崇拜 重新废除 邓小平这一代领导人 通过很惨痛的历史教训 得出的不能再搞个人崇拜的决定 过时了 就是要重新搞 另外 犯错可以不被追究 因为 伟人始终是正确的 已经不用再用他2013年时候 那个框架 啥呢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 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 这句话已经不顶用了 怎么做 都是对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上上下下 对中共今天已经形成了 又一次登峰造极的 个人崇拜的高峰 已经看得特别的清楚了 谁对此 如果还有什么 异想 还有什么 觉得可以回旋的余地 那你就太sample 太naive了 当然 习对毛泽东的评价 还提到了什么呢 就是说 毛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错误是第二位的 毛的错误在于违反了 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你看 伟人犯错误都这么有范儿 都这么有高级感 就是他犯的错 是因为他违反了他自己 他自己本来是正确的 你看 所以现在中共真的是语言大实 把任何事情都包装的是花团锦簇 包装的让你哑口无言 这一点是有优秀传统的 你比如说这几天我还注意到 有人又发那些阳风阴违 寒沙摄影的那些段子了 说现在中国经济不行了 确实不行了 本来以为进入A股 要大干一场 结果被大干了一场 这种段子到处都是 同时还把周边国家 所以我们认为东升西降 降下去那些国家的股市 走数都给列出来 K线图列出来 结果只有我们这儿 是轰轰轰往下走 顽强的在三千年以下徘徊 但是中共怎么包装呢 你看香港有样学样学得很好 香港说要严厉批驳那种以股票指数作为单一指标来评价香港经济的做法 你看香港经济有很多个侧面 怎么能只用怎么能只用这个股票呢 对吧 你再这么能下去 我国安法就要收拾你 当然外交部就更胡扯了 外交部说 疫后的经济复苏 是一个波浪式的螺旋式前进的过程 哇塞 这个螺旋真有意思 螺旋来螺旋去 它怎么就只在三千年以下 它就不往上螺旋呢 这下就是中共的这个语言大师 这种语言的腐败 语言的这种黑社会化 那是极其极其明显的 同时我认为通过谈毛的错误 习为自己打掏了一个天梯 这个梯子那是永远不会出风险的 那就是啥 你看不是说了吗 就算是犯了错误 就算是有些地方不周全 那也是仅仅在于 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那你看他上台以后搞了这些事情 对吧 首先重拾个人崇拜 十一届三中全会白开了 党内不能再搞个人崇拜的这个决定 废了 打压私营企业家 改革开放这些都废了 同时最重要的是 三年动态清零 搞的这个事情就跟 毛泽东搞的文革一样 将来被清算的危险是极其大的 因为什么 毛泽东的错误 只是在党内高层这种开会里面 一笔带过 只是说错误的发动了文革 至于文革里面 他犯了哪些错误 这些错误 哪些是他主动的 哪些是他被动的 为什么犯了这些错误 造成了哪些损失 对老百姓个人 对知识分子 对国民经济 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一概不提 那今天对待这个动态清零 已经没有人提了 你再去看中国的中小学课本 讲这一段疫情的时候 只是提到 全国人民在中共中央的正确英明领导下 采取了断然措施 谱写了一曲抗议的 宋哥 至于抗议里面付出啥代价 哪些做法合适不合适 都没人再提了 所以我认为习 这次利用纪念毛的机会 一方面无限拔高 重新高速 个人崇拜的旗帜 另外一方面 也给自己大好题子 就算将来 动态清零这事 再拿出来说 那也是我违反了 我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 你们不能乱说再乱说 收拾你们 这个是极其明显的一个做法 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 那就是关于毛泽东错误 除了在习的讲话全文里边 一笔带过以外 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发的稿件里面 都只字未提 习近平还总结了毛泽东的错误 那就是将来如果再回忆这段历史 除非你看习近平的原文 整篇否则你看不到总结毛泽东错误的说法 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稿子里没有 没有 这也是这帮肉喇叭们 想领导所想 领导想到的他帮他做到 领导想不到的也帮他做到 那就是哎呀 咱发稿的时候 何必再提那些不高兴的事情呢 咱就是好好好 强强强棒棒棒 当年不是说了吗 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邓小平让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习近平让中国人民强起来了 那现在好吗 这个顺口溜都不顶用了 中间直接撸掉 除了毛泽东 就是习近平 而且在他的讲话里面 把近代以来 中国的问题 二分法归结为西风列强的入侵 和封建统治的腐败 国家蒙辱 人民蒙难 文明蒙尘 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救亡图存 那怎么怎么样 然后后面这些所有运动 都是和共产主义运动一脉相承的 比如说太平天国戊戌变法 一和团运动 侵害革命等等等等各种救国方案 在习这里全都是悲壮的民族救亡运动 民族救亡运动 都是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伟大斗争 所以习对这些历史事件也定了调子 不容在讨论 不容在有不同的声音 实际上这里面什么太平天国 一和团大家都知道 那真是国家社会的全面的灾难 对吧 而且这里面有内生的逻辑的混乱 太平天国运动 还是救国图王 挽救民族存亡是吧 太平天国什么叫太平天国 天国是基督教的天国 洪洪拳说耶稣是他哥哥 他是弟弟 打的是基督教的旗号 一和团就是毁洋教毁基督教 杀船教士 这些东西 逻辑上 历史事实上一些深刻的矛盾 多门人在提了 就是一勺会都是伟大斗争 当然这里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 是习处处实时要学毛泽东 你看 他进行毛泽东谈话的开始 怀念了毛泽东的青年时代 毛泽东同志说什么了 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积3000里 豪情壮志 立下了拯救民族与危难的远大方向 投身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 同时毛泽东同志在哲学上很纠差 尹号向大本大元处探讨 在反复比较和鉴别中 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重够理想 从此一生追寻 始至不已 为什么要强调年轻人 这里面有很多特点 第一 毛泽东同志年轻时候就这么牛逼 是吧 习主席更牛逼 他比毛泽东还牛逼 毛泽东只能积水3000里 习主席人家能挑200斤麦子不换肩 这年轻时代就流露出来了 毛泽东同志的禀赋 甚至比他还要牛 你看一个单麦子 一个有水 当然习主席也对外说自己游泳很牛逼 每天游1000米 这个 实事实处都模仿毛泽东 生活细节 讲话的调调上也都模仿 最后在理论建树上也要向毛泽东看齐 因为毛泽东为什么能成为党魁 他不只是像贺龙那种 两把菜刀闹个命 能打 他有理论建树 那就是 搞了矛盾论 实践论等等等等 给中国革命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政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相结合 走出了一条光辉大道 那习主席现在选择的是什么 习主席选择的是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 所以你看 种种从细节到宏观 从整体到局部 从个人到集体 习主席和毛主席 都是直接可以相提并论的 中间那些人都不算啥 实际上这些套话空话 这种特别假大空的东西 就看你怎么联系历史史实 去理解 大家都知道 我们节目曾经长篇累读的解读了 李治隋先生 他回忆和毛泽东一起的岁月 毛泽东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我认为是 尤其是在对异性方面 他是一个不知不扣的共产主义者 就是我的老婆是我的 别人老婆也是我的 别女朋友也是我的 大家知道吗 林彪反共同集团主要的成员之一 有一位是空军司令部的 那小的为什么坚决反毛主席 最后林彪出逃的一系列事情都是他安排的 那就是因为毛主席把他老婆给睡了 叶群也知道 林彪也知道 这个事情搞来搞去 他老婆还乐此不疲 真的是没办法 当然也有那种坚定特别讲究原则的女生 一般都比较惨 我给大家看看这位美女 李湘芝 1930年出生 17岁参军 50年入党 还入朝参战 是志愿军 你看他穿的军装 是志愿军的 55年回国担任南京歌舞团的副团长 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的副队长 他实在受不了了 写着份意见说 给领导提意见 要求首长带头不要找女演员陪舞 攀舞以后 最好不要让女演员接着赔税 人家回家要回家 你看这事一出 他被定性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1971年92号 未经审判被就地枪决 这种事情在文革的时代 实在是太多了 李治随先生的文章里 也详细描述了 毛主席 在个人生活方面 他是怎么这样成为一个 极其牛叉的 共产主义者的 那甚至连他的 中央警卫局的局长 汪东兴啊 时不长的都跟 李治随啊 怀着羡慕嫉妒恨的语气说 他怎么劲这么大呀 他怎么都老头了还这样啊 那就是毛主席啊 经历极其旺盛 一天晚上搞好几个 汪东兴啊 他底下那个副 市委长那个张耀词 除了保 啊保证正常的安保 这些为首长服务以外 大量的精力啊 都用来为主席啊 找女朋友啊 找女朋友 这个这些事情 都是党内啊 特别是 这个中南海里面公开的秘密啊 公开的秘密 那不光是李湘芝 这么一个年少无知的 这么一个支援军女战士 他有意见 连彭总都有意见 彭德怀彭德怀 为什么 最后跟老毛搞得这么僵 当然在庐山会议上 是达到了顶峰啊 本来是要反反左呢 最后弄成了反右啊 这个彭德怀啊 觉得你搞这个大跃进 死了这么多人 饿死这么多人 怎么说得过去 是吧 但前边开始啊 毛泽东就总结出来 说说彭德怀啊 你搞了我这么多年 现在该我搞搞你了 那为什么 彭德怀就对中南海搞文公团啊 十分不满 他用的词就叫后宫 当然了 这次纪念老毛130周年啊 后宫的好多人也都出席了 坐在那啊 这个啊 气质还真的跟普通群众不一样 那毕竟是毛主席搞过的是吧 那个气质就是不一样 大家仔细看看照片就能看出来 对吧 那么这个老鹏啊 从上至共和国的元帅 下至普通的啊 志愿军女战士李相知 提出来的问题都是同一个问题 那证明啊 毛主席啊 当年没烧稿啊 那么所以在官方的叙事里面啊 个人的品德啊 这些都不在考虑之内啊 他的政策对中国对 个人对社会 所造成的那些灾难心理影响 我想有过生活经历的人啊 都会心知肚明 那当然有人会说 哎那中国再来变文革 还会不会像当年那样啊 吃了这么多苦 我告诉大家 还会啊 你看看今年130周年 网上朋友圈里那些 山呼万岁啊 兴奋的无意附加 满嘴吐白沫的那些 老子红小粉红们啊 他们敬重毛泽东 崇拜毛泽东那个卷 我看了他们那个样子 我真是觉得 哎呀 应该求仁得仁 让毛泽东那套方式啊 再回到他们的生活当中 这样才叫老天有眼 我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 今天我们先讲讲这个 老习纪念毛泽东的事情 那你说他是不是心里就很踏实吗 不踏实 不踏实 有很多情况啊 值得再聊一期 比如说他的这篇文章 纪念的文章里面 流露出来的深深的焦虑感 整个党内社会上 弥漫的这种情绪 对他本人都是十分不利的 我们放到下期再给大家聊一期 谢主席到底在焦虑什么 欢迎大家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啊 留言谈谈您对这一次高调纪念毛泽东 您身边的人是怎么看的 他们也是欢欣鼓舞 特别怀念老毛呢 还是说看透了这一切 觉得中国应该重回改革开放 重回言论自由的那样一个环境 他们怎么看的 你怎么想的 拜托您留言 精彩的部分 我会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谢谢您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是圣诞节 做两期节目 有一期就是现在这一期 要聊一聊基督教和圣诞节 当然咱们这个节目从来不传教 要聊也只是从宗教知识的角度 历史的经纬 来聊一聊现在发生的事情 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平常深居简出神秘莫测的 王沪宁 接见了中国基督教第十一次 代表会议的代表 时间就是在20号到21号 你看正好在圣诞节前行 当然按照惯例 他先对会议的成功表示祝贺 向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 新老领导班的成员 全体与会代表和基督教朋友 致以诚挚的问候 后面就上真玩意了 上真家伙了 要求什么呢 要求中国基督教界 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自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 引导基督教和信教群众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力量 那王沪宁作为中共管统战的老大 这次会见 当然统战部部长石泰峰也参加了 这次王沪宁就把中共对宗教 特别是对基督教的看法作用 表达的淋漓尽致 那就是彻底的工具化 彻底的统战化 他也不顾着他们自己的立党的原则 立党的初心和基督教全面的冲突 也不管现在整个国际世界对中国逐渐内卷 逐渐要和世界脱钩 不但在经贸上科技上要脱钩 在思想深处也要脱钩 这样一个现实的担心 悍然提出了很多莫名其妙 害人听闻的一些结论 说实话看到王沪宁 长久不出来 出来以后猛叉叉讲这么一圈 二我感到看走眼了 因为我本来认为王沪宁 是少有的中共体制内对美国特别了解的 对世界潮流特别了解的 特别是对世界的观感 就是所谓的软实力的建设 特别有洞见的这么一个高层人士 但从这一次 他接见基督教代表 在圣诞节之前讲的这番话 看来要么他不懂 要么他懂 但故意就要这么干 我们看看他讲过什么 说要坚持基督教中国化方向 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对教义教规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 进一步要求 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述 你看他讲这个 如果是以一个无神论的政党 作为自己领袖 作为自己教会 运动核心的这么个教会 他就不是教会 基督教是有神教对吧 是一神论 那国然是无神论 你一个有神论的宗教 以无神论的领导为领导 你本身可以说 如果他们自愿这么多做的话 那就是放弃了信仰 如果上头强迫他们这么做的话 就是弄的 驴不驴 马不马 四不像 对这个国家建设本身 和对这个教义 这个教会的团体本身 都没有什么好处 那王沪宁还要求 基督教要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要增加认同 要增加认同 要全面从严治教 依法依规 开展宗教活动 后面这句话说的更露骨了 要建设一知 政治上靠得住 宗教上有造力 品德上能服众 关键时起作用的教职人员队伍 当然也要在独立自主 平等友好 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开展对外友好交流 讲好中国宗教故事 你看他把基督教 当成大外宣的一部分了 而且他希望教职人员 关键时起作用 这个说实话 都是非常暗黑 非常江湖 非常刻刻薄的语言 你要人家教职人员 关键时刻起什么作用 我们小时候看电影 什么特别那种反特的电影 对吧 最后结尾 有好多片子 都是那个外国的传教士 戴着高帽子 那是天主教 对吧 实际上是特务 整天背着个手枪 平时从事神职的工作 实际上背地里 刺探我国我党的情报 卖给海外的这些敌对组织 你看你现在公开叫嚣 公开号召 基督教的人员为你干这事 所以他整个的东西 他都是非常非常的拧巴 听着让人非常不舒服 也让外界的观感十分的差 那共产党和基督教这个矛盾啊 我想稍微对这两者都有一点了解的观众都会认同我以下的这个叙述 19世纪对吧 西方欧洲冒出来了 马克思主义 它的背景是什么呢 背景就是在自然科学领域 以及心理学领域 世界确实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是划时代式的 一个就是牛顿的经典力学 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了 大家发现哇苹果掉下来 是因为有万有引力 这是物理学方面的重大突破 在人的心理方面就是弗洛伊德的这一套心理学的方法 这两者啊 奠定了十八世纪 以人为基础 让人充满了自豪 要做全面发展的 成千其后的 在智力上 知识上 境界上 全面发展的人 人被高举 那同样在社会哲学这个领域 那就需要有一个东西 与他们相呼应 这个时候啊 马克思主义就应运而生了 而且他号称发现了 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规律啊 终极规律 讲什么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 你这个人怎么想怎么弄 都是环境的产物啊 当然这里有一定的合理成分 但是你要说这是决定论 恐怕和世界上任何宗教都不符合 那基督教讲的就是 人的良心 是上帝 埋藏在你心里的一颗种子 不管 处在什么时代 什么变化 什么政治氛围下 什么体制下 有些天良啊 是上帝给你的 因为 比如说 你不管在什么政治体制下 什么政党领导下 什么朝代 回家以后 冲着自己爸妈 叭叭 两大嘴巴子 这不符合天良 这个天良 就是上帝埋在人心里的良善的种子 但是 基督教又讲原罪论 就是人终究是人 他都是罪人 这和马克思主义最后讲到的这个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升建筑啊 人啊 先有物质才有意识 这套东西是截然相反的 但讲到这里咱能讲一个小故事啊 马克思是怎么走上这个道路的 马克思全家都是犹太人 大家都知道啊 他爸爸是犹太教徒 后来他们全家搬到了德国的特利尔啊 一个很著名的城市特利尔 当时啊 特利尔的犹太人啊 非常少 他爸爸是开商店的啊 然后 小马克思就经常被他爸爸带到基督教会 他就不明白了 说爸爸咱不是犹太教的吗 怎么进了基督教会了 他爸爸说 哎呀 这犹太人少 咱们这个商店啊 需要顾客 为了做生意 所以我要来参加基督教会 你看 上期节目我说了 通过台湾选举啊 习近平和赖清德的这个对比啊 我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一个人童年的生活啊 决定了他人生的一半 为什么马克思整出来这个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 从他爸那儿学的啊 为了做生意啊 就从犹太教 一夜之间可以变成基督教啊 来参加基督教会的活动啊 这就跟今天啊 好多教会里混着的都是 卖房地产的 卖保险的 这个做传销的 一样啊 都是为了生意 都是为了生意 所以啊 像马克思啊 从小就受这种熏陶啊 也逐渐埋下了他这个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种子 啥叫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从哪来的 辩证唯物主义吗 辩证法是黑格尔的 但黑格尔是有神论 黑格尔是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哪来的 唯物主义是范尔巴哈 但他呢是机械唯物主义 所以啊 马克思就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各自抄了一段 说从黑格尔那拿来辩证法 从菲尔巴哈那拿来唯物主义 搞出了一个叫辩证唯物主义 这就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 比较根本的这样一个来源 但从最根上讲 他和共产党 基督教和共产党在根上 他就是不一致的 不一致的 所以现在中国提出这些东西来 王沪宁公开出来讲这些 对中国现在对外的形象 对他们对中国意识走行 意识形态走向的变化 是一个特别特别负面的事情 你说你让世界怎么看你 你说你让世界怎么看你 这句话对不对 大家仔细想一想 你还要提出关键时刻 让教职人员起作用 所以他就把基督教完全的工具化 当然这里面 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 也是起起伏伏的 起起伏伏的 另外基督教去中国比 马克思主义去中国的可早的多了 早的多 早了恨不得15060年 马克思主义 这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那是1919年 对吧 1915吧 1919 对电影在1918 对那个电影 对吧 那是那个时候 但是19世纪初期 180几年传教士就已经到了中国了 那实际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啊 绝对是靠外来的文明 给他去出取经 去掉那些糟粕 植入了一些精华的啊 外国传教士到中国一开始很不习惯 为啥呢 第一 比如说去广西的那些传教士 发现中国人啊 取消老婆 那取消老婆 那传教士就不愿意了 不行 在我们这儿 你只能娶一个老婆 不然你不能进我教会 当时那些老百姓还闹 你不尊重我们的传统文化啊 你不尊重我的传统歧俗啊 你外国人 你宗教歧视啊 这个传教士不为所动 坚持啊 最后这个一夫一妻之 当然是从西方 从传教士那儿流传进来 才最后形成了一个 现代社会文明的规范的 另外果小脚 大家知道吗 中国果小脚 从来就被当成一个 女士跟今天做瑜伽似的 那是必不可少 那是一个非常 非常trendy 非常流行 一个必备的事情 连那个观音菩萨 到了中国啊 都裹了小脚 那个画啊 那个里边的一些文艺作品啊 都是裹了小脚的 那基督教的一些传教士 进了中国 发现啊 中国女人还自残啊 把好好的脚弄骨折啊 裹成那样 不行 这事不行啊 这个东西啊 是 每个人啊 都是上帝的影子啊 你不能这么自己对待自己 然后呼吁 奔走 立法 搞 最后终于把这个 果小脚这个事情 给他搞掉了 所以啊 在中国传统 中华文化 和外来的先进文明之间 我们当然要选择 那个先进的一方面 那这一点 不光中国这样 全世界都这样 你比如说印度 印度有个刑法 叫帕尔 大家知道吗 就是说以前啊 在英国殖民印度之前 一个印度女生的老公 如果病了 挂了 这个女生 你得殉葬 直接人火里 和他老公一块烧了 这一直到现在 印度有些地方 还有这个传统 但是 英文人到那以后 特别是很多传教士 发现不行 这受不了 哪能这样啊 必须废除 印度人也不服 说哎呀 你不尊重我印度的传统习俗啊 我们国家从小 以前就是这样的 这些女生被烧都是自愿的呀 等等等等 最后英文人没办法了啊 通过了法律啊 说啊 你可以继续搞你的印度文化 把女生啊 放火里烧了 但是 法律上你得听我的 你敢这么干 我就把你给毙了啊 最后逐渐的 在主流上啊 把印度啊 逐渐给拉出来了 这样一个啊 这样一个漩涡啊 所以基督教在中国啊 主要起了一个进步的作用 而且 中华文化跟他比啊 中华民族跟他比 甚至国家跟他比 他都是不同领域的 不同的事情 按照基督教的教义 到耶稣基督再来那一天 万国万民都要受审判 对吧 个人受审判 国家也要受审判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非常他增强 对伟大祖国的这个认同感 你压根就是反基督的 所以啊 在这里啊 我们也这个怀着复杂的心情 对这个三次爱国教会的朋友们讲一句 我们明白 你们啊 有时候是不得不啊 也没有必要任何事情都做 刘霍兰跟政府对着干 是没必要的 但是凡事是有尺度的 在三次这个系统内 有些时候 如果你比如开个会 迎接一下王沪宁来讲话 这我觉得人之常情 讲就是了 但是如果他让你 悍然违反最基本的 你的信仰的原则 这一点啊 恐怕你做了以后 后果很严重 后果很严重 事实上 他们也彻底的把你们工具化 你比如说过去几年 国际媒体报道的最 流行的 这个故事 就是浙江拆教会 哎呀 教会都给拆了 基督教三在国教会 浙江的头儿叫吕约瑟 吕长老 吕牧师 他后来就给抓起来了 你知道吗 为啥 因为他有点不服啊 你看 公传则你说啥 我也听了呀 我也配合你了呀 对吧 但是你怎么拆个教会 都不给我打招呼呢 怎么能拆呢 他不服 写信上告 最后 直接给他关了起来 到现在出没出来 我不知道 但是吕约瑟 在这个里面是 很典型的一个案例 很典型的一个案例 那么就证明 基督教这个事情 和 共产党在根上 他是拧着的 另外 在对外关系上 王沪宁 现在出来讲这一番话呀 十分的不得体 我给大家看另外一条新闻 是什么呢 联合国 就这23号前天通过决议 将春节列为联合国假日 大家不要小看 列为联合国假日 联合国假日可以不用上班 平白无故 联合国的雇员 就多了一天假期 这玩意 你说是小事吗 不是小事 你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代办代兵在联大还表示 春节作为中国传统民俗节日 不仅是和家团圆 持久隐心的日子 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 等中华民意念 也承载着家庭和睦 社会包容 人与自然共生 等人类的共同价值 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 以不同形式庆祝春节 那现在中国推动春节 成为联合国假日 是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务实举动 中国很高兴 对吧 他自己也说了 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将有利促进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建 等等等等 当然这个决定得到了联合国会员国 和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 和永远支持 当然每年联合国秘书长 还都会对春节问题发表致辞 向全世界的过春节的人民 表示节日问候和祝福 你看联合国 中国的春节在联合国可以作为假日了 但如果联合国获得美国 因为你这个联合国总部在美国吗 美国提出要求来 中国的春节必须本地化 必须配合美国或者联合国的政治诉求 必须在今年的春节中体现 反对这个 反对哈马斯或者怎么怎么样 把中国的春节这个事 彻底给它政治化 请问中国你会怎么想 所以你看一方面是王滬宁 圣斯历节在那里装模作样 把圣诞节这个事情给它庸俗化 当然民间早就庸俗化了 我听说这次老百姓 中国老百姓还喜欢什么 送苹果过圣诞节 拜托啊 圣诞节怎么来的 圣诞节是耶稣基督降临是吧 降临是干啥 按照基督教的教育 是救人来了 对吧 洗净每个人的罪 上十字架 为什么要上 因为人类有罪 怎么犯的罪 亚当和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苹果呀 你怎么 这叫什么 这叫最美逆行者 你说你为啥非要在这个时候送苹果 难道是因为 苹果和这个平安吉祥是 是谐音吗 你们就开始送苹果 但是你也要想想 基督教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 所以现在啊 从上到下 就非常的拧巴 非常的拧巴 上叫什么 上诈下语 王沪宁这个人就是奸诈 狡诈的代名词 你看他给基督教提出这个事情来 老百姓就是愚蠢愚昧 那你看 联合国又通过了中国春节 这个假日这个事情 这充分证明了一个pattern 一个规律 一个模板 那就是在中国的语境里面 我怎么搞你都行 我在全世界会爱咋搞咋搞 但是在我这儿 一切都得被我控制 就是一控制狂 只有这样 他们才认为公平 所以中国人说的公平 或者中国人说的吃亏了 大部分不是中国吃亏了 只是你赚大便宜的时候 没有了 开始赚小便宜了 你比如说中美贸易战 种种种种 中美之间的争端 我看99% 都是因为他赚便宜 没有这么顺利了 他开始 他开始名冤教区 他开始就开始胡搞 那今天 好 今天就把春节 把圣诞节 王沪宁这个事 大家聊一聊 我也欢迎您聊一聊 您对您的圣诞节 是怎么过的 您怎么看待 怎么过圣诞节 这个 以及 中国的春节 在海外推广 您咋看 谢谢您 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是圣诞节 我们向长期对我们支持 鼓励 甚至是鞭策的观众朋友 说一声圣诞快乐 也祝您新年安康 最近事情非常多 虽然是过节了 但是中国这片热土 每时每刻 每分每秒 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表面 祥和的背后 是暗流汹涌 甚至是惊涛骇浪 都在眼前 不信的话 请看 昨天 圣诞节的前一天 圣诞夜 著名的财新网 在微博上 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 叫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论集45年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重新确定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结束了 以节级斗争为纲 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那文章引用了邓小平的话 比如说 改革开放的成功 不是靠本本 而是靠实践 靠实事求是 当然 这样一个时候 发这种文章 财新不敢不引用习近平 他也引用了习总的话 习总说 历史反复证明 坚持实事求是 就能新党新国 违背实事求是 就会误党误国 财新的文章还强调 重温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对当今而言 是不爽的法宝 对今日之改革 则是前行的指南 这篇文章发上以后 网上是一片热议 有人说 难道党委放假了吗 竟然把这种文章发出来 也有人 过节的情绪浓了一点 光过着去吃饭喝酒 去送苹果去了 听人家说 有这篇文章赶紧去找 不但网上找不着了 我听说连财新内部的人士 去数据库里查都查不到了 那这个事情不是单一事件 不是空穴来风 为什么 就在一个月之前 财新发布的另一篇社论 叫改革急需新突破 其中甚至提到了 前总理李克强的那句话 说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那这种调子都是非常猛的 说实话 都是一副要造反的架势 那目前海内外在热炒这篇文章 财新不作声 大家相信我 财新人家在中国的传媒市场上 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 大风大浪见过很多 那按托尔斯泰的说法 人家是在血水里洗三次 在减水里煮三次 再在 咸水里面盐水里面再滚三次 人家啥都经历过 为什么还这么做 那就是明知不可而为之 明明知道这篇文章可能会被删 但是仍然要发 因为发不发是个有后无的问题 能存多久是个效果 长还是效果短的问题 在中国今天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解决有没有是关键问题 就是好多人一定要发声 即使是被封了 你也要发声 否则的话 那真叫万马其音 就可爱 那中国社会 那真的就要完蛋了 财新网重新提到邓小平 重新提到改革开放 就是因为今天中国的路线 在稍微有点智商 有点知识储备 有点历史回溯感的 这些知识分子眼里 是已经走到了改革开放的反面 是已经要让中国这陷入极左思潮 陷入政治挂帅的这样一个大坑里面 马上就在眼前了 大家要知道财新网发这篇文章 24号前两天开了个什么会 大家记得吗 前两天21号 就在财新网发这个文章前 三天21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色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 专题民主生活会 这个共产党这话都太长 一口气念不下来 都能把人给憋个半死 总言之简称习总 主持召开了民主生活会 习近平主持了会议 谁来了呢 中央政治局的有关同志 来了 这里面有些关键词 会议前 中央政治局同志 有关负责同志 谈心谈话 会议上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 注意啊 逐个发言 逐个发言 习近平对这些人的检查发言 逐一点评 并提出要求 两个逐一 第一逐个发言 第二逐一点评 这啥意思 就是人人过关 人人过关 谁都要表态 那这次习 这个会议为什么重要 首先你看政治又委员参加 那当然是重要了 政治局常委 都在那大桌旁边坐着 关键的是 该开的会没开 开了个民主生活会 啥该开的会没开 那就是三中全会 二十届的三中全会 中央委员的全会没开 大家都担心 这个重要的会不开 想干嘛 那三中全会没开 要开这个民主生活会 可见在习中那里 在整个中共的体制里面 在这样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 开这个会 要比开中央全会重要 为啥 中共的系统总有这个习惯 那就是大事情都是在小会上解决的 小事情才上大会上解决 这是胡平老先生观察非常锐利的一点 在此我也表示赞同 那大事都在小会上解决 就先开个小会吗 先开个小会 先解决什么问题 你看民主生活会 不民主 聚焦六个重点 后面四个不说了 都是这个套话 前面两个很重要 第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设计思想更加自觉坚定 习主席通知你们 告诉你们 学我的思想要更加自觉坚定 第二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更加自觉坚定 这两条实际上是一回事 因为第一条就是习思想 你要拥护表态习思想逐一过关 逐一点评 第二条要拥护习核心的权威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是集中到谁那去了 还是集中到习那去了 所以整个会议就是要耳机灭命 告诉他们搞清楚到底谁是老大 不要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是有代价的 什么代价呢 习主席在后面讲了 在同一个会议上他讲了 他说领导干部要一定要树立 树劳正确的政机关 不是为了个人生前得失 政治就成要带头 你看这老大水平真高 水平就是高 前面讲了六个重点 前两个都不是我自己 听我的 不听的结果是什么 你就不要顾个人的生前得失 这是一铁两面 这是辩证法 对不对 那你如果前面做不到 那你就必须不得不放弃 对个人生前得失的一些看法 这个现场警告 搞羊毛 就是这么一个特点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和财新这个事情有关系 他太呼应了 你看财新高呼 要反对两个凡事 借反对当年毛主席搞的两个凡事的这样一个历史事件 现在就在反新的两个凡事 哪两个凡事 那就是民主生活会上习主席讲的嘛 前两条嘛 一个是拥护习思想 这个要拥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这就是新的两个凡事 要再扩散一点去发布的话 那就是所谓的 现在中共大小官僚大会小会 都要公开宣示效忠的所谓的442 那啥叫442 干脆利用今天这个节目 咱给大家把中共的最新的术语 给他复习一遍 442就是增强四个自信 坚定四个意识 做到两个维护 简单讲就是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 两个维护 现在中共的官员 尤其是文宣口的 到哪儿 谁都不敢漏过这个442 两个维护 那这个时候财新出来 揭穿了皇帝的新装 坚决要反对这个新的两个凡事 反对442 而且把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放到了改革开放的大局 是不是能够继续 中国的国运 共产党的党运 都再次一举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位置上 所以人家说财新有反骨 那他确实是有反骨 咱不得不由 我们对胡舒立对财新 点个赞 点个赞 那更关键的是财新一改很多中共的媒体 千错万错都是别人错 而且我们永远光荣正确伟大 这个路线还接了短 他说什么呢 他说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收拾乱局直面挑战 你看财新把现在的局面是乱局都已经直接指出来了 当然要借骨俯金 说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啊 濒临崩溃 官方却仍坚持行事大好 而且越来越好 实则民生凋敝 贫穷落后 不仅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而且被正在腾飞周边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后面 支持近乎勇 唯有实事求是 中国才能跳出绝对贫困的陷阱 哎呀 你看这段话写的每个字都让有些人心惊肉跳 每个人都让好些人吃八碗表表面都压不住心头碰碰直跳 你看现在已经是乱局 那中央说是乱局吗 不是乱局 这是在疫情之后 我们的国民经济的恢复是呈曲线螺旋式的发展 现在应该用这个调调来讲这个问题 什么乱局哪有乱局啊 叫曲折的螺旋式的发展 那当年说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 后来民生凋敝贫禽落后 是不是当年这么发生的 共产党得认啊 严肃的党史也得认啊 都已经饿了死 就后来一家五口人饿死三到四口 甚至全饿死 那是比比皆是啊 我在以前的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啊 我的父亲给我讲过故事 他说他从部队复原回来 我们家砸锅卖铁给他买一辆金鹿自行车 大自行车 那个非常笨重的自行车 让他上班用 因为要从山里面骑到城里上班 他跟我说 他当年这么年轻 骑着自行车上班的时候 路上一个又一个的尸体 我吓一跳 我说啥尸体啊 怎么死这么多人 他说都是饿死的 他说我都不敢下了自行车去抬他们 我说你为啥不敢 不敢胆这么小吗 我父亲跟我说不是胆小 是我饿的 如果我下车去抬他们 我就一头栽倒 饿晕了 也躺在那里挂掉 等着别人来抬我 而且你爷爷奶奶啊 凑了一辈子的钱 给我买这辆自行车啊 就不知道要归谁了 所以啊 我不能下车去抬别人 饿晕了 这是我父亲给我讲的故事 可见当时啊 哎呀 什么叫人间地狱啊 我认为那就是地狱 但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仍然认为啊 那就是天堂啊 别人都等着我们去拯救呢 实际上财新说的是对的 那个时候啊 你阿波罗都要登月了 拜托啊 美国啊 人家周边的四小龙都要起飞了啊 只有你过得又愚昧又贫困 都要饿死了 你还觉得你们国家光荣伟大政权啊 你看后来怎么样 只要支持进呼勇啊 最后你要承认自己啊 走错了 自己是个傻叉 只有承认这一点 你才能啊 奋起之追 邓小平就有这个特点 那该干嘛干嘛 对吧 求变求新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也不要过多的纠结于过去的错误啊 但是你得认 对吧 你得认啊 后来又搞什么商务文学 邓小平也给否了 说什么玩意儿 一帮知识分子酷酷啼啼的啊 这个张贤亮啊 什么白话呀 写那些东西 邓小平一概不准他们乱写啊 团结一致先前看 改革开放 奔钱看啊 这个钱啊 既是前方的钱 也是啊 人民币挣钱那个钱 实际上更多的是挣钱的钱啊 最后你看 终于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大腾飞 那 现在的这一届党中央集体是不是重复了当年的错误呢 我认为是重复了啊 我们认为重复了 请示范好啊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这三年 疫情的风控 把现在这个党的风貌执政的路线风格和毛泽东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为什么这么说 人家全世界啊也都没有你这样的把两三千万人的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给封个言言试试 不准出门啊 吃喝拉撒尿啊 看病吃药 动手术的都不管啊 都给我待在家里头 那封了几个月 带来的次生灾害是无比的严重啊 但周围的国家是这样吗 人家不是这样啊 当然了 第一年中国的疫情啊 因为大家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采取一些比较严格的措施是有必要的 但是第一年以后第一年以后所有的行为都是扯淡 尤其是我前两天听MIT的一个教授讲了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啊 具体分析 尤其是在世界上有效的疫苗出来了以后啊 有了疫苗以后你们还这么干 那就是草菅人命啊 这和当年中国的大连钢铁老毛搞的大连钢铁饿死几千万人 没什么区别 为什么人家全世界都没有你这么炼钢铁的 你不是不知道你知道啊 英美的高铁产量是靠英美这些老百姓把自己加的锅铲炉子都拆了 扔到后院的小高炉里炼出来的钢铁吗 不是啊 不是那是用科学的啊 大高炉 钢厂专用的高炉才能炼出钢铁啊 结果好吗 这么炼 饿死了好多人炼出了一堆废铁 毛主席不是不知道啊 毛主席不是不知道 到后来他怎么样他带着这个我印象中他带着杨尚昆啊带着国安部的部长罗瑞青啊带着他的秘书啊带着他的这个孙医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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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医生对吧就写那个毛泽东那个个人传记的那个李医生哎做了他的专列直奔东北啊到了安山钢铁厂到那以后毛主席要亲自看看钢铁是怎么炼出来的到那以后啊人家安山钢铁厂的工人拿了一块 他们练出来的铁给主席说主席啊只有用安钢这种炉子才能炼出能用的铁不用这种炉子练出来都是废铁没用的是废割的哎 这在当时啊都是有记录的啊主席看完以后那怎么但是回来的路上啊回来这个专列回来的路上还看到 那个专列的两旁路两旁啊都是全国各地的民众竖起了高炉啊在那的炼钢铁为什么是铁路两旁啊要让主席看到全国人民都配合他的决策啊所以当时的连途的各省省委书记市委书记都把老百姓自家后院的小高炉挪到铁路两旁啊要让主席亲自看到我们啊跟他是一心一意的啊是以他的思想为思想是以他的脑子为脑子 是衷心于他的啊结果怎么样主席说啊那既然这样了群众的热情啊不能浇灭那就接着练吧主席明明知道这玩意不行了他让他接着练因为老百姓已经被发动起来了那咋办呢啊所以你看大量钢铁三年的疫情他完全是一回事只不过一个对象是钢铁一个对象啊就是这个新冠病毒完全重复了那种愚昧野蛮强制而且善于遗忘的特点啊搞了半天 国民经济到今天也没恢复过来那 悍然 分控最后啊又悍然放开啊 这一上一下打摆子啊都是对普通人的 生活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谁也不提了谁也不提了所以财新发这个文章而且特别提到 党 当年犯过的错误 是有他的实际意义的 尤其现在 提到 两个凡事 两个凡事就是说一定要把当年的两个凡事 在今天也要给他反过来 我认为啊这就直指习近平就差指的鼻子骂了 所以财新啊那真的是挺令人担心的 然后这才你看孙诞节财新的诸位啊 比如说胡适丽胡小姐 他今年能不能过年 我看啊悬啊最多过个年能不能过15啊 那都很难说 那都很难说啊 那 那 在财新的文章里面还提到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这也和他的后台有关 财新的后台是谁 王公公吗 王岐山吗 对吧 当然了 王岐山和这篇文章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不知道 十八九没有 因为啥 他是这个麻烦干什么 对不对 但是 王的思想 王对国民经济的路子 王当年啊他做了一些事情和今天财新发这个文章我认为可能是有间接的总体上的联系的他说什么呢啊财新说 只有实事求是啊才能勇敢调整对外政策与世界接轨 只有实事求是啊才能物真求实才能求心求变 只有实事求是这是第三个更重要的啊 才能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 平反冤假错案就是把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 一度由于两个凡事等因素进展缓慢的平反工作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提诉 据不完全统计到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纠正约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 恢复47万多名党员的党籍 通过平反还了公道顺了人心也弥补了人才断层 哎你看 现在财新要重新要搞平反冤假错案 那你影射今天想影射啥呢 哦我明白了 突然想到这条啊 我估计是王公公最关切的 因为啥人人都说中国的官场不怕阎王就怕老王 就怕王岐山他把人家整得死去后来 家破人王多了去了抓了 我估计腹部正部级干部都有两三百个吧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世界上没有林丹没有药 没有能既要又要还要 三个事情都能解决的林丹没有药是没有的 作为一个人来讲 又红用砖的人到目前没有出生过 没有出生过 当然今天圣诞节不能说这话 那只有耶稣再也没有出现过又红用砖的人 那当今的现在整个干部队伍的 这样一个状态是什么呢 那就是躺平 能不干就不干 只有哪些事情不敢不干呢 第一就是老大直接安排的事情 赶紧弄 第二就是和自己利益得失相关的事情比较积极 剩下的一概不积极 躺平 那前段时间 中共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印发了一个什么文件呢 叫关于防止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你看打引号模仿了指尖上的中国讲吃的那个纪录片 什么叫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还值得中央亲自发文件 就是指官僚主义 阳奉阴维 只搞片汤 啥意思 现在中共的各级机构 越拉越多的群 没完没了的接龙 没完没了的填表 没完没了的打卡 没完没了的开会 上面发什么新指令了 都赶紧开会 啥都解决不了 但是为什么要开会呢 表至少做出了你很积极配合的样子 但是都是一片扯淡 谁都不提真正的问题去解决啥 这种现象 已经让中共的整个官僚体系 陷入了一个类似于半瘫痪的状态 半瘫痪的状态 实际上从最高层就是这样 你看民主生活会 庄台在那拍的时候 只见习主席在那一个人侃侃而谈 底下几个常委都急着头记笔记 拜托 只有一个人发言 这叫民主生活会吗 对不对 央视都懒得造假了 只拍一个人讲 其余都在记 这不叫民主生活会 大家都是装着记笔记而已 到底下也一样 省委书记 市委书记都如样炮制 一个人讲其他人记笔记 官样文章做一做 实际上啥问题都不解决 大家就要躺平 躺平 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那不这样咋办呢 不这样你干事情就有可能被告 就有可能被搞进去 就有可能被老王盯上 你看现在老王重新要提什么 要提平反冤假错案 我认为他的意思就是说 过去几年反腐 搞人 有些地方可能是搞过头了 伤害了一些同志的积极性 更重要的是 搞到现在的队伍不好带了 不好带了 你这么弄来弄去 谁敢干活呢 不干就没有腐败 你一动那肯定就有腐败的嫌疑 那现在而且这个标准底下 那个卡到谁头上 谁恐怕都说不清楚 那在这种情况下 就形成了我刚才说的 躺平 代工 表面积极 背后消极的 这样一个官场的新现象 你看借这个文章 既为国为民的大口话 喊出来了 部门利益 老王王岐山想干啥 也表达出来了 所以第一时间 中共有关方面封了他 但是这个事情不是小事 这证明 财新背后的力量仍然很强 财新背后的力量 仍然是个集团军 不是一个两个 而且越长越坚韧 越长胆越大 实不成的就敢 放一炮出来 你看一个月前 人家就放了一炮吗 还引用了李克强的 常见黄河不会倒流 这种 这种biblical words 就是这种充满寓言式的 这种语言 都不是一般人敢说的 现在又在借圣诞夜的晚上 发出了这么一大片 我真的是为习主席 感到担心 人心散了 对我不好待 如果人心没散 何必要开民主生活会 何必要让大家聚焦 两个焦点 对我表忠心 对不对 这种情况下 今年春节 会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春节 明年是农年 对吧 我没搞错 应该是农年 本来应该是龙腾虎跃的一年 那今年看这个情况 不乐观 我们首先要看的就是 财新会发生什么 我们会时刻关注最新的进展 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点评 当然下 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没聊够 下期我就想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习主席和毛主席 咱对比来一起 习主席也是面临千古难逢的机遇 就是一举把毛都给他超越了 毛算个毛 对不对 咱给他超越了 现在这个机会来了 他能不能抓住 咱们要做一定的分析 谢谢大家 请给节目点赞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上一期节目 答应大家讲讲台湾 现在几个候选人 最新冒出的丑闻 特别有意思 当然说丑闻都要打个引号 在华人世界里 我们看看台湾所谓的这些丑闻 比起海峡对岸来 那简直是小儿科 简直是笑话 同时我们也可见 现在台湾 这个正风民情 特别媒体的风气 特别有意思 我以前就听台湾的媒体朋友 讲过一个故事 说有一天 台湾在哪个地方 挖出来一个恐龙蛋 这个恐龙蛋挖出来以后 特别的奇葩 估计得有上百万年了 但是用仪器一侧 里面还有液体 恐龙蛋里面还有东西流动 这意味着什么 这就意味着 这个恐龙蛋里面 可能还有活的东西 哇塞 台湾整个岛轰动了 结果大家都在采访 当天晚上 这恐龙蛋里面 那个液体就没了 这个蛋熟了 我说为啥 为啥熟了 他说台湾的媒体 蜂拥而至 打开摄像头 就开始拍 结果摄像的灯 太多了 太热了 直接就把蛋给烤熟了 当时听得给我乐坏了 原来台湾的媒体自由竞争 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 作为一个媒体人 在台湾 你真的是享福了 特别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 当然台湾的媒体 有段时间 视野狭窄 就台湾那点破事 道道来道道去 难道全世界 不值得你关注吗 难道中国大陆天天发生那些事情 不值得你关注吗 当然他们也关注了 没有给予足够的分量 那么今天重点话题 不是这个 聊聊最新爆出的台湾大选的 这种舞弊案 这种丑闻 咱们先拿国民党开刀 因为这里几个人里面 我最烦的就是国民党 为啥烦他们 第一 他叫中国国民党 你早就应该改选庚哲 改成叫台湾国民党 对吧 再另外一个 我对他们这次副总统候选人 选择我十分不满意 何友谊 不是警戒大佬 钢铁硬汉吗 他的副手 这位媒体人我不太感冒 原因很简单 在不了解的基础上 男生判断起来和女生判断起来 有些异曲腾空之妙 那就是一眼看上去不顺眼 赵少康长的那个样子 没有个总统像 也没有个副总统像 简直就是说 明明人家要选上总统了 他非得给拉下来 长成了那个德性 陶杰老师在台湾的节目里 也讲得非常好 陶老师天文地理 无所不同 还会看相 他说赵少康 这个脸相不好 你要长成国字脸 你看这个何友谊还行 国字脸 就还凑合 是吧 你要是长成一个甲字脸 或者油字脸 就是上肩下宽 或者下宽上肩 这都不是什么吉祥的面相 不行 看着讨厌 其他几个台湾的民族 也都说赵少康看着讨厌 这个观念可不得了 到最后 当他们的证件 当他们的台面上的东西 都不能让你去 你做出非辞即比的选择的话 你就是凭一个主观印象就选了 而且现在台湾大选只有5%的差距 60万张选票 哪有如果 大家一看赵少康就烦 好多女生立马不选他了 他们国民党你最后也没戏 对吧 那么何友谊 爆出了政治现金的争议 台湾有公司叫养德集团 相继捐款1100多万都捐给了何友谊 但是这里面有什么特点 媒体人飞行李机构去调查了 好多个人几十个人 这个公司里每个人都捐10万 每人正好10万 怎么这么巧 让人不得不想到这是人头捐款 就是所谓的老鼠仓 比如说具体规定我不知道 比如说规定每个机构 每个人给某个后选人捐款 不能超过100万 那你想掏1000万咋办呢 那你就找100个人 一人出10万了 对吧 这不就1000万吗 对吧 哪有这种方式绕过竞选资金上线的 有关规定有关规定 那这次养德集团就这么干的 那你这么干 何友谊你还号称代表正义 代表你是警戒硬汉 那你这么搞合适吗 当然了 这些政客最后都说了 何友谊也说 一切都是依法 我没有违法 请大家查吧 但是在今天的这个世界 尤其是台湾这样一个公开的民主政治 十分成熟的一个世界 你合法未必意味着合理 法律是什么 今天讲的深一点 大家可以看圣经的罗马书 法律只是规定了这个是这个世道的底线 就是你千万不能做什么 但是如果一个政客 一个要领导几千万台人民往前奔的这么一个政党的主要候选人 仅仅以法律为依据 那你就太low了 那尊基守法的老百姓多了 那为啥不选别人选你 所以法律守法是最基本的条件 但并不能因为某件事情合法 没查出问题来 就证明你没问题 那你问题大了 你问题大了 对不对 你这么弄 明显的就是搞这个人头捐款 更何况我也查了很多的资料 侯友宜给侯友宜捐款养德集团 捐款这些人一人捐十万是吧 在他们捐之前 每个人都发了十万块钱以上的奖金 那你这就更明显了 你不但人头搞人头捐款 你还涉嫌汇选 你这是买选票 你比如说我是公司的高级员工 我本身不喜欢侯友宜 或者无感 不感冒 不想选 那你给我发了120万 你给我发了12万 让我拿出10万来捐给侯友宜 另外2万算我奖金 那我当然干了 对不对 那你这么弄不就是华人世界 最正常的一个 一个寻思舞弊的方法吗 你说合法不合法 那很难讲 但你说合理不合理 肯定不合理 所以侯友宜 那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个硬伤 另外主持这一次调查的 民间力量 民间力量很有意思 这个台湾的民间力量 也非常的强 叫时代力量 他的这个代表发言人也说了 现在要追查的 不只是这个金流 资金流向 而是动机 这间公司 有没有什么业务 跟侯友宜担任新北市长期间有关 如果有关的话 恐怕就涉及会选 这里边 不有关的可能性 那是极小极小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 我们也真的是感慨 台湾 你从政 就是要每个细节都放在聚光灯底下 去考察 去考察 所以国民党这次 这个又爆出这样一个事情 那也冲淡了 这之前大家谴责 这个赖清德的他老家那个矿工房子 那个造假案 因为民进党攻击赖清德的是啥呢 赖清德是矿工出神 他们说 在新北万里的戴清德老家 那个房子是伪装建筑 伪装建筑 而且涉嫌偷漏税 赖清德在上个月底 在新闻面对面里面 也正面回应 他说那个房子 是他家矿区的房子 所有的这些矿区房子 没有意见有特权 有的只是满屋子的心酸 都是当地有关法律通过之前 就已存在的合法房子 同时赖清德也呼吁新北市政府 解决矿权废除之后的矿区房子的问题 他说我绝对不要求什么特殊待遇 希望新北市政府不要特别对待 依法行政公平就好 最新的消息是 赖清德说 在保证我有合法的居住权的情况下 这个房子我愿意捐出来 捐出来 作为矿工纪念馆 你看人家赖清德这个事处理的挺好的 处理挺好的 赖清德说实话 我挺喜欢这人的 我挺喜欢这人的 那么首先是他这出身矿工 那几个 你看 这个柯文泽医生 台大医学院的高材生 有钱 有钱 而且跟他的前任比 这个 蔡英文 蔡英文在台湾读书的时候 整个学校里只有两个人开车上班 上学 蔡英文就是其中一个 家里也有钱 也有钱 这何友谊 这个赵少康就不用说了 有钱 但是人家赖清德 跟阿扁一样 就是台湾本地人民培养出来的本土子弟 从一个矿工家庭 一路走到了今天 容易吗 不容易啊 我看昨天台湾的一些节目里 连外省人里边比较有正义感的人都来支持赖清德 赖清德 就是说你们瞄准赖清德作为矿工家庭那个破房子 有意思吗 而且赖清德说了 我交税了呀 如果没有交 那也是政府没有通知我交 政府通知我交的 我全交了 你们赶紧查赶紧查 我印象中都交了 所以人家对这个问题也很诚恳 而且宣布把房子捐出来 那请问这个人家当时在宣布自己政纲的时候 也号召这个 国民党和这个民众党的人 你们要你们会不会把有违法的一些东西捐出来 你捐呀 对不对 那几个人都不予回应 所以赖清德这个事情 一开始大家都瞄准他 后来发现那几个人屁股上的屎比他还大 还臭 所以他反而会变得没有什么事情 这个事情给人一种为了刻意打压台湾本土子弟 登上这个高位 这些国民党和民众党造出来的一些 一些水分很大的一些污点事件 我认为最后是没有什么大事情 另外我特别同情这些出身贫寒的这些从政的医院 很巧我也是矿工子弟 大家不知道矿工有多惨 矿工有多惨 我不知道台湾的矿和和和我们中国北方的矿有啥区别 我只给大家讲一个细节 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那个苹果是圆的 有人会说你神经病 你不知道苹果是圆的 我以为苹果只能是椭圆的 而且有一边是平的 另外一边是圆的 为啥呢 矿区那个污染极其严重 那个在地下挖矿的时候 那个石头 废就废废石头挖出来 堆成了好几座山 那可不是一般的山 那真的就跟山一样 挖了几十年 风一吹过来 那些山上的煤灰 遍布城市每个角落 我们家院子里有棵苹果树 它迎风那个方向 沾满了灰尘 它就不长了 那一面不发育 就是个平的 只有背着风那一面 有阳光 有水 没有被灰尘盖住 它才长成了圆的 所以我小时候吃了很多苹果 都是椭圆的 你想想我身体里吃进了多少有害物质 拜托诸位 诸位 对在这里 我得卖一下产 赶紧给节目点赞 我能混到今天容易吗 不容易 请大家点赞 也同情一下赖清德 如果是台湾的观众 我也号召你把票投给赖清德 投给赖萧佩 人家蔡英文也说了 你们这些人不要消费矿工了 矿工这么惨 你们还拿来作为政党攻击的工具 你们太不像话了 对吧 太不像话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 赖清德应该不会因为丑闻影响大选的最后结局 那大家也许会说 你现在说了侯友谊 说了赖清德 出了丑闻 那柯文泽呢 柯文泽一个知识分子 是吧 这个台大毕业的还是医生 他应该这个正义里然 梅花傲雪式的这么一个人物了吧 也不是 这个柯文泽也被挖出了丑闻 他干了个什么事呢 柯文泽是台大医学院的 2008年7月 柯文泽和另外5个人合伙 买了快递 2008年9月就过户了 后来 这块地啊 没有用作原来的用途 他改建成了停车场 哎呦 改建成了停车场 停车场当然要收钱了 对吧 这个挣了好多钱 那问题的关键在于 你这个土地啊 是违规使用 批给你不是做停车场的 你给他搞成了停车场 违背居住正义 那台湾这次年轻人为 为什么特别的不满 这个过去的国民党和民进党 就是因为台湾人看不到前途嘛 房价飞涨 年轻人买不起房子 看不到前途 以为柯文泽能够这个力挽狂澜 给台湾政局带来清气象 给台湾年轻人加工资 有住房 结果好嘛 你自己干的事 就是对台湾的住房正义是不利的 因为你违建 违章把这个土地变成了停车场 你挣钱去了 这个土地本来可以建成房子 分给年轻人的 是不是 你这不是装吗 你这不是双标吗 对不对 这个事情也很不利 更何况他玩那些花花绕 柯文泽一开始和柯文泽的同学 连名买这个房子的那五个人 都是柯文泽在台大医学院的同学 大家就更觉得奇葩了 同学不跟同学做生意 怎么和同学他爸做生意了 柯文泽他爸难道跟柯文泽的同学 关系这么好吗 咋认识的 是不是到家里过年喝酒的时候认识的 然后就撇开了柯文泽 说好跟他爸做生意 这都特别的奇葩 听着让人觉得 你就是简直就是把台湾的老百姓 智商看得也太低了 人家一看就知道你爸是帮你代持 所以一碰到这种事 柯文泽又把那些事情都推给自己的家人 说我不知道我爸干的 对不起 你爸为什么和你同学干 而不是你跟你同学干 对不对 所以你这么弄 也不合适 但你说这事有多严重 他也严重不到哪里去 更何况在这个情况下 对吧 大家一旦碰上这种事情 赶紧老老实实承认 赶紧把这个非法所得 赶紧捐出来 这不柯文泽已经捐出来了吗 全部捐给新竹树的政府的社会司 做公益去了 那说白了 如果没有台湾的这些非用力机构 政府组织去调查 媒体去报道 你会捐出来吗 不会 所以你看也是等人查出来了 才去做一些补救的工作 所以在丑闻这一点上 三方都有丑闻 但是最值得人同情的 最容易摆脱这个丑闻 对选票影响的 就是赖清德 就是赖清德 所以就是这么个现状 另外呢 大家不要以为我力挺 力挺赖清德 赖清德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有 他容易形成什么样一个局面呢 就是人的 人的童年决定一个人 一生的一半 尤其是搞政治的 你绝对相信我这句话 他和习近平的童年都有类似 你看 他小时候出生在矿工家庭 吃够了苦 性格也比较执扭 比较倦 当然了 你说不倦 怎么能混到今天呢 肯定得倦 但是这个人 看他的面相 看他说话那个劲儿 看他处理这些事情的态度 他有点太执扭 好像圆滑度不够 你看他就称自己是务实的台独主义者 到现在不愿意放弃台独党纲 他跟这个小美琴合影 在美国合影 这个叫什么 这个美德赢台湾 背景就是美国的华盛顿金箭塔 这一切都证明了 他是个铁杆的坚定的台独分子 务实不务实 那要看形式 该务实的时候务实 不该务实了 他肯定会干的 那他这个性格 就和习近平的性格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一致性 他俩太像了 习近平是什么 小学毕业 小时候正该读书的时候 他闹文革 没读过几年书 自己的老爸被批斗 正常的家庭生活也没有 娶了个住英大使的女儿 还离了 人家可能瞧不上他 土包子吗 对吧 这个一说话 都是黄土高原那个气息 身上可能也不洗澡 可能 对吧 那人家住英大使的女儿 怎么能看得上你呢 那在这种情况下 出身这么卑微 又经历了人间的惨痛 从云端跌到泥巴里 也形成了他非常执拗的性格 就是他不会拐弯 就是一条道走到黑 走对了倒好了 走错了 那就歇菜了 所以你看他有多执拗 反腐 反了个死去活来 打压民营企业家 一个接一个打 毫不留情 毫不留情 而且东升西降 东 治西乱 这已经被证为是个伪命题 错了 你可能被周围的人给骗了 但说到骗这个话题 中共体制内也是有一定的灵活性 只可能在某个时间点 某些话题上 某些人说 美国大大的不行了 主席你大大的行了 咱们干死他 轮到我们扬眉吐去了 那时候出台了什么 厉害了我的国那些东西 老大也志得意满 一天吃三碗标标面 油1000米 都是那个时候的心态和身体状态 到后来 你体系内别的力量 人家也有自己的智库 也有自己的学者 通过学者 通过智库 通过媒体 上一些内餐 讲实际情况 说不能完全看作东升西降 但那个时候 好多事情已经发生了 老大改不过来 也不想改了 所以就一意孤行 和美国走上了对决 这样一个道路 他后悔了吗 他没后悔 他就想要一条条走到黑 就是这个性格的执拗 偏执和赖清德 太像了 所以这俩 一个管大陆 一个管台湾 在很多问题上 如果针锋相对的话 从性格的角度 他俩导致台湾的 海峡两岸的局势 进一步动荡 甚至擦枪走火 出现一些突然事件的可能性 是最大的 所以这是我对赖清德 比较大的一个意见 但这也是我们的观众朋友 在节目留言里提到的 我觉得非常有洞见 但好处在于 真是上天眷顾赖清德 给他配了个萧美琴 萧美琴的形象 萧美琴的学识 萧美琴过去的历练 都对赖清德 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互补 而且人家出身好 这个 萧美琴的父亲 好像是个牧师 你看 根种苗红 人家是个牧师 有正儿八经的神学的教养 从小培养起来的 再说 人家好像是娶了个美国太太 是吧 是他是第一代 他本身就是中美合作的结晶 没有中美合作 就没有萧美琴这人 人家又在担任台北经文处 就美国的这个 实际上是大使期间 跟美国沟通互动良好 促成了很多法案 促成了对台湾的这些 武器的销售 做得都非常棒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仍然认为 赖清德和小美琴 应该能够拿下台湾的大选 但是怎么办 是不是和大陆只有火星碰地球 这么一个结局 就取决于 很多因素 其中比较重要的 还真的就是习和赖的 这个个人性格因素 所以我在节目里 在这里也要奉劝 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对孩子好一点 让他有个正常的家庭环境 将来他登了大位 也会比较圆润 比较讲分寸 这样的话 才给他作为领导人 治下的人民 带来一方的福祉 而不是带来战火 带来一定的危害 今天也就是利用观众留言的机会 再把台湾大选的情况 再来中述一遍 真的特别羡慕台湾人民 也羡慕很多 早就取得了财务自由 没事跑到台湾去观摩大选的 这些老师们 这我也想去 那不行 这不得哭哈哈的帮何老板做节目 对吧 所以当然了 把何老板给顿住了 不让他去从政 就做节目 一期又一期的做节目 也是我的目的之一 为啥呢 因为何老板以前跟我说过 他将来如果上了台 第一道圣旨就是废除普通话 谁都不准说普通话 我一听 这完全会可能变成现实 变成现实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不要让何老板从政 支持我们这个节目 把何老板牢牢的给他拽住了 也是对我们全球的华语观众 那都是一个莫大的福祉 今天就聊到这 我还有别的事赶紧走 请大家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 谈谈您 对台湾大选 以及最近这些两岸三地风波的看法 台湾最近还出了一个事 特别有意思 这个事和香港也有关 那就是中共要对台湾的小孩子下手了 下手了 这个非常非常的有手腕 这只有我看那个美剧 大家知道吗 我最喜欢看的美剧是那个 亿万 那个美剧讲商战的特别精彩 今天我瞅了一眼 那个主人公说了 干政治很多时候就得 quiet and creeping 悄悄的进村 埋伏好了 最后突然一击 让你轰然倒地 现在北京对台湾的小孩子 七八岁的小孩子 采取的就是这个手段 下一期 如果大家愿意听的话 我会给大家分享 他是怎么干的 案例新闻都出来了 不愿意听 你也说 别聊台湾了 聊了别的 没问题 你提出你的意见了 咱从上如流 谢谢您 下期节目 再见